中華家富發電行程 再去日後美里東冠基版 曼菲天使比亞電禮和成果發表會 館長佛林劉慧如代表館長參加 變成鼓勵所有曼菲天使的家長 看見是負擔也是貼密 希望越來越多鄉親 加立造了好多的作用行列 曼菲天使的生長過程 跟一般的孩子是不一樣 生活生活也不會人很多挫折和挑戰 但是在經過早期聊天的訓練之後 曼菲天使的進步是可以看到的 中華家富中心感謝 還有愛心臨屬的支持和協助 讓曼菲天使能夠順利成長大 也讓家長支持的力量 讓他們能夠力量繼續往前走 我特別感謝這些家長你們辛苦了 家裡有一個放費追求 你們當然民眾部長會比較辛苦 你們有這樣的寶貝也覺得 雖然是有點有點辛苦 可是也會覺得非常的窩心 因為這些寶貝也是你們自己的信號吧 所以你也會覺得 雖然不是說很驚險 不過你也會很感謝 尤其現在好多的團體 也都會關心這樣的小朋友 所以呢也有好多的社會人數 對你的照顧 當然我們的一寶貝黃秀灣 最好是在衛福委員會 還在這位福利方面 他在東央都會聽你們多多的發聲音 那當天現場也都很特別注重這個區塊 為不會說話 不會走路到一走一跳 做自己自己的事情 表達自己的思求 萬非天使 到達的生活主烈 比以後到普通的修學 讀書完班還是第九班 慢慢的用力學會 家府中心也希望 越來越多鄉親 及其自己照顧後的走運 讓他們的進步 成為中國社會的共同進步 新中華新聞將帶景 給予蔡英文報導